Hello,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追蹤這個尿媽記腐乳 在香港有100年歷史 我都很喜歡吃尿媽記腐乳 我們英國都可以賣的 但現在相信都沒有 有人跟我說美國、澳洲都可以賣的 這個尿媽記 好了, 我們先說回這件事 我昨天做過的直播 都有討論過尿媽記這件事 和食安中心裏面的檢查 發現他含菌量超標的 那個菌爆了 那個女的負責人 就找了東章西網 無線的東章西網 走到現場那裡伸冤 後來食安中心就走出來 就拍了很多照片 就說佐敦道的總店衛生獻街 比較髒一點, 不夠乾淨 而且他揭發了它 原來尿媽記當時 檢查到他很多一箱箱的紫皮箱 裡面有很多附乳 是沒有標籤的 一瓶瓶的附乳 原來是來自中國內地生產的 即是代工生產 幫他做附乳 然後拿過來他們 香港的總店那裡 負責調味 重新再包裝過那些標籤 即是說 過去那三十年 尿媽記是用這個方法 來代工生產 即是找人幫他做附乳 然後他自己調味 他自己走出來 這個藍的尿媽記第四代 他承認三十年前 已經是另外找人代工生產附乳 那麼他們尿媽記 就負責調味 做後期的製作 以及連累保 他說他去到他第四代 已經過不了 所以他們決定結業 這間八年老店尿媽記的附乳 是被食安中心驗出 立釀牙炮降菌 超標後宣佈結業 那麼野來社會的關注 那麼食安中心 就稱尿媽記的食品工場內 根本沒有生產附乳 尿媽記的第四代傳人 即是那個藍事主 他早上在電台那裡承認了 三十年前因為排污的問題 條例更改了 他就開始由其他供應商 買入白腐乳來加工 在香港上加工 這段文章是引用這個AM730的報道 那麼尿媽記第四代傳人 阿廖先生 他今天就確認了 即是三十年前已經 找供應商幫他做這個山腐乳 然後就運到香港的佐敦陸的廠房 那裡發酵、調味、加工 他強調自己是沒有隱瞞這件事的 他亦都不敢說 說尿媽記的腐乳是香港製造的 他只是說是香港出產 那麼有律師就說 原來香港製造的要求是比較嚴格的 如果你不實標示 是有機會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 那麼有位律師說了 他說如果Made in Hong Kong 即是香港製造 是比較嚴謹的那個做法 是必須要得到出產地的來源的驗證 以及要向香港品牌發展局那裡申請 你才可以使用這個香港製造 如果相反 香港出產就比較寬鬆一些 產品是可以在香港部分生產 或者後期加工的 所以這次的事件 只可以說是香港出產 那就不算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不過一切都要等到海關的詳細研究 才能夠定案 如果那件貨品 就不是出口的 他一般來說 法例是沒有需要強制 他是要有出口產地的來源證 另外食品安全來說 在香港裏面出售那些預先包裝的食品 是要遵守食物和藥物 成份組合和標籤規例 包括製造商、包裝商的姓名和名稱 和食品基本的資料 以及食品保存的日期和成份 他說根據公眾衛生和市政條例 任何人如果對食物作出虛假說明的標籤 一經法庭定罪最高罰款 可以罰五萬元 以及監禁六個月 尿媽記其實他三十年前已經知道 是代工生產的了 找人做這個 安排別人幫他代工生產 然後拿到他佐敦那裡 總店那裡負責調味加工 其實你都沒有問題的 你這樣做 因為是排污的問題 你做不到你就沒有辦法去別處訂貨 其實都不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他沒有說 這件事從來都沒有提到 是直至到三十年後的今日 大家才知道 OK 這方面 很多網友說他不老實 說尿媽記 在這個情況不夠老實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他含菌量超標 被食安中心檢查了很多樣本 不是一個樣本 而且那些樣本是食安中心 是買回來去驗的 OK 是買回來的 在不同的銷售和總店 買了那些賦予回去做測試的 發現那些含菌量爆表的 OK 另外有網民也說得對的 我也覺得 那麼他就認為 廖太就不應該找東張西網 來跟他做一個訪問 拍片 就說到自己好像很委屈 這樣 那麼因為食安中心真的抽取他的樣本 是發現他超標 那個含菌量 是不是 人家有份報告的 不料太就找了東張西網 來跟他澄清 那麼那件事就變成搞大了 其實可能不是那麼大件事 但是這件事就因為他自己找東張西網 就搞大了整件事 那麼其實呢 如果呢 他自己做好那些QC 乾淨企理 那些東西 骯髒骯髒 他就消毒過了 那麼重新再做過 那麼可能這件事 可能不料了之 可能我們也不知道 這件事 因為沒有搞大到 但是現在不是了 全部洋出來了 所以呢 有很多網民就認為 廖太 在那個位置就做錯了 做多了 那個位置 那麼另外有些網民也有提過的 他說其實呢 他說你香港地很多食品 都是Made in China 其實 都不要緊 最緊要你QC好 乾淨 企理 那麼你賣到全世界 大把啦 不同的產品都可以賣到全世界 是來自中國的 是不是 好像李錦記也是 我家裡有一支蠔油李錦記 在英國買的 他寫明是 product of China 是不是 他都賣到全世界 是不是 搞到這麼大的 那盤生意 可以做到這麼大的 因為他QC好 做得 其實基本上 他都不理你去哪裡做 最緊要你乾淨 衛生 是不是 就好像我蘋果電話 他都是Made in China 我的iPhone 是不是 他Design in California 但是他製造是Made in China 是不是 他QC好就可以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認為 真的 無論你食品也好 產品也好 你哪裡做 問題不是很重要 最緊要是你QC好 是不是 以及你寫明就可以了 你注明了你的Description 產品的原產地 所有東西 那些標籤全部寫好了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網民覺得 三十年後才知道 是不是 就是因為他報上東張西網 搞大了這件事 才會這麼多人留意這宗新聞 是不是 多謝大家今天收看這個節目 那我們下次再見 OK Thank you 拜拜 謝謝你的支持